那么在介绍数理逻辑的内容之前 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什么是数理逻辑 那么先看看什么是逻辑学 逻辑学是探索阐述和确立有效的推理原则的学科 它最早是由古希腊的学者亚里士多德所创立 亚里士多德在逻辑学上的最重要的工作 是提出了三段论的学说 他声称只要符合三段论的推理就一定是正确的 那么一个三段论就是一个由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 三个部分所形成的论证 那么三段论有许多不同的种类 其中我们能听到的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这样的 第一大前提说凡是人都会死 第二是小前提说苏格拉底是人 所以得出结论说苏格拉底会死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我们日常当中经常所用到的论断 那么逻辑学它还是以自然语言来表述的 那么它可能会因为自然语言的模糊性或者二义性 损害了它的准确和权威 而数学呢是以精确和严格来著称的 所以如果用数学的方法来研究关于推理证明这些问题的学科 我们就叫做数理逻辑 因为用到的大多都是符号 所以也称作为符号逻辑 那么利用计算的方法来代替人们思维中的逻辑推理过程 这种想法呢 早在17世纪就有人提出过 莱布尼斯 他曾经就设想能不能创造一种通用的科学语言 就可以把推理的过程像数学一样 利用公式来进行计算 从而每次都会得到正确的结论 那么因为当时的社会条件 他的想法呢并没有实现 但是呢 他的思想却是现代数理逻辑的萌芽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莱布尼斯他的思想可以说是数理逻辑的先驱 那么在1847年 英国数学家布尔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逻辑的数学分析》 他在这篇文章里建立了布尔代数 没错 这个布尔代数呢 就是我们在程序设计里头逻辑型的数据类型 它叫做波联 就是为了纪念布尔 那么他在文中创造了一套的符号系统 利用符号来表示逻辑中中的各种概念 他还建立了一系列的运算法则 他利用代数的方法来研究逻辑的问题 初步奠定了数理逻辑的基础 到了1884年 德国的数学家弗雷格 出版了《数论的基础》这本书 他在书里头引入了量词的符号 使得我们数理逻辑的符号系统就更加的完备 美国人皮尔斯 他也在著作当中引入了更多的逻辑符号 这样从而使得现代数理逻辑最基本的理论基础 初步的形成 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一般来说 数理逻辑我们可以看作有四个大的分支 首先因为数学史上的第三次大危机 它是因为发现了集合论的逻辑悖论所引起的 所以这个悖论的提出就促使很多的数学家 去研究集合论的无矛盾性的问题 这样就产生了数理逻辑的一个重要分支 叫做公理化集合论 其次为了研究数学系统的无矛盾性问题 那么就需要以数学理论体系当中的概念命题和证明 作为研究对象 研究数学系统当中的逻辑结构和证明 它本身的规律 那么这样又产生了另一个分支 成为证明论 而地规论 主要是研究可计算性的问题 那么它和计算机的发展和应用 有着密切的关系 而模型论主要是研究形式系统和数学模型之间的关系 那么我们课程上介绍的数理逻辑 各个分支的共同的基础的部分 包括了命题演算和位置演算